见到第一线 第3514章 封天台流明的禁区主宰 那些恐怖存在的心情 简直是大起大落 第一拳 轰碎天道气韵 或许是无知 是意外 第二拳呢 的确就像先前那位老怪物所言 这种缺心眼的蠢货 老天爷亲自喂饭吃都戒不住 没天里啊 这样的一个凡尘小家伙 怎会读得上苍垂青 有人难难 这很难让人无法不嫉妒 也难以理解 这就是天道 以众生为雏狗 在天道眼中 无论修为高低 皆无不同 自不分后拨 有人语气低沉 嗯 有人吃惊发现 那周虚规则中 竟再次有一道天道气韵凝聚而生 一众恐怖存在浑身一僵 该不会 又要给那蠢货喂饭吧 刚想到这 那一股天道气韵 已直奔那年轻人而去 可结果又被一拳轰碎了 一下子 那些恐怖存在 脸色变得无比精彩 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 呆滞在那 这他娘还真没天理了 上苍难道眼瞎了 没看出那蠢货是何等之蠢 这一刻 东土神州两大禁区内 所有的生灵也都猛了 究竟是这周虚规则在发疯 还是他们疯了 否则 为何会上演如此离谱的事情 而不等人们反应过来 便见那天穷深处的周虚规则中 再次凝聚出一股天道气韵 和之前不一样 这次的天道气韵 竟然凝聚成一朵紫灿灿的祥韵 只看到的第一眼 让不知多少恐怖存在 眼睛发红 呼吸都变得急促 这等天道气韵 只看品相 就知道是何等惊人 可让所有人抓狂的是 那被视作蠢货的年轻人 居然又挥拳击溃了 这一股天道气韵 岂有此脸 有老怪物怒吼 胸口憋闷地快炸开 他们抱着拼命的心境 欲抢夺一股天道气韵 却直接被拒绝在外 可那凡城中的小修士 明明是个蠢货 却一次又一次得到上仓垂青 这他们还有天理没有了 并且 所有人都注意到 那天道气韵的品相 一次比一次好 这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天道气韵 是一条舔狗般 被拒绝之后 非但不恼 反而加倍地去 继续舔 而接下来上演的银木木 也在印证这种感觉 便见第五次出现的天道气韵 演化成了一部流光一彩的紫色宝印 第六次出现的 凝聚为一株紫色莲花 第七次 凝聚为一盏琉璃灯 一次比一次神异 到最后 连那些恐怖存在都无法辨认 那天道气韵的品相 究竟高到了何等地步 因为太过神异 自混沌最初的时代至今 各大禁区的强者 在抢夺天道气韵时 也曾发现许多稀罕的天道气韵 可却从没有像此刻那般 每一次出现的天道气韵 会那般神异莫测的 连听都没听说过 更别说见过 可让所有人机遇破防的是 那些天道气韵 竟一次又一次被击溃了 两大禁区内 天穷之上 气氛变得沉闷压抑 寂静无声 所有人眼睛都直勾勾的盯着周虚之上 脑袋发猛 胸口憋闷 神色恍惚 无法理解 从逐日天却被剥夺天道气韵 遭受天罚之后 一切都变得反常起来 而到了此时 谁还能不明白 这一切反常都和那凡尘之地的年轻人有关 一个蠢货 也自不可能会引来这样一场匪夷所思的天道气韵 好一个苏命官 竟在凡俗之地引发如此大的动静 着实出人意料 呼得一道甘涩嘶哑的声音响起 那天穷上的一众老怪物浑身一震 如梦初醒般 皆齐齐看向声音的主人 那是个满头青色长发的俊美男子 宽大的黑色衣袍飘舞 手握一只轻壁如玉的竹笛 竹笛表面撒着点点筋芒 清玄出足 一下子 在场那些老怪物皆变色 认出那黑袍青发的俊美男子 正是神木禁区的至高主宰 清玄出足 一个早在混沌最初时代 就已在风天台上 留下属于自己印记的古老神话 与之相比 在场这些恐怖存在 完全就不够看 道兄可看出 这苏役究竟为何会受到天道气韵如此眷顾 一个柔润如水般的悦耳声音响起 人们这才末地看到 在另一个方向上 漂浮着一朵黑色雷云 雷云之上 立着一个身影恶魔飘渺的白衣女子 她浑身笼罩在一股冷寂幽暗的毁灭光影中 雷芒闪烁 电弧交织 一眼望去 让人的眼睛 心神都感到刺痛 画影出祖 万雷禁区的至高主宰 和清玄出祖一样 她也曾在风天台上留下痕迹 一如神话 事实上 在整个混沌之地 能够成为一方禁区主宰的 无不是早已立足在诸天大道之境的存在 是始祖级存在中的巨博 这一差 所有人都心计 变得静若寒蝉 没人想到 这样一场天道气云的动静 竟会引来这两位禁区主宰 亲自驾临 直至冷静之后 人们才终于明白缘由 因为那被他们 视作蠢货的繁俗年轻人 是苏裔 命官一脉的主宰 更是混沌最初时 那个被视作太初第一的剑客的转世之身 在命和起源其他地方 或许极少有人听说过 和剑客有关的事迹 可这里是鸿蒙天狱的混沌之地 谁能不清楚 在混沌最初时代 那剑客已是各大禁区公认的第一人 为何不称其名 答案很简单 其名如道 不可明知 这一刻 人们也终于明白 为何天道气运会发生那样 一场反常的变故 一切都和苏裔有关 早在前天时候 有关此人降临鸿蒙天狱的事情 就已传遍各大禁区 并且都已得到旨意 命令那些执掌凡俗之地的强大存在 一起去追击苏裔 这件事 早就在混沌之地 闹得沸沸扬扬 早已不是什么密闻 谁知道呢 或许和他命官一脉的力量有关 也或许和他是剑客转世之身的身份有关 清玄出足语气平淡 他看着那周虚规则 发现基地七股演化为琉璃灯展的天道气运 被击溃后 再有一股天道气运在凝聚 并且看气象 明显更神异了 清玄出足呼地道 我已传信给定道者大人 告知苏裔出现在东土神州的事宜 远处黑色雷云上 身影婀娜飘渺的画影 出足美眸微微一宁 他如何说 清玄出足微微摇头 未曾得到任何回应 这 画影出足正主 清玄出足道 不过 剑仙孙嚷则在昨日传信给我 说他已知晓此事 听到孙嚷这个名字 画影出足似是感受到无形的压力般 悄然深呼吸一口气 道 孙嚷要来东土神州 不清楚 清玄出足眼神微妙 这家伙一直混迹在凡尘之中 宁可去当一个身份 卑贱的土地妙妙主 也不肯踏足混沌之地 谁知道他心中是如何想的 画影出足悠悠一叹 可这混沌之地 又有几人能像孙嚷一样 能够横穿仙凡必杖 游走混沌和凡俗之间 据说前些时候 他还曾离开鸿蒙天狱 去外界走了一遭呢 清玄出足 瞇了瞇眸 郑玉说什么 就见那第八股天道气韵 竟然凝聚成一叶神秘的紫色金书 一下子 清玄出足和画影出足 皆动容 露出异色 天道气韵 虚无缥缈 玄而又玄 谁敢想象 那源自鸿蒙天狱 混沌本源的气韵之力 会演化为经书意象 既如此 那经书内又记载着什么 藏有多大的玄机 你可曾见过 清玄出足问 这一刻 他的眼神也变得火热滚烫 隐隐感觉 若能夺得这一页气韵经书 将对自己的道行 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 画影出足摇头 他同样紧紧盯着那一页气韵经书 眉目间近视惊异 这一幕 不止他们两人看到 那两大禁区和天穷上的那些恐怖存在 也都看到 全独有疯狂的感觉 这该是走了多大的狗屎运 才能得到天道如此眷顾 谁 又见过这样的天道气韵 这一次 那信苏的 应该不会乱来了吧 当人们脑海中刚浮现这个念头 却见这一刻 清玄出足和画影出足 竟同时出手了 前者又守护地探出 凝聚出一道青色大手 撕裂长空 硬生生破开周虚规则力量的阻挡 朝那一夜才刚凝聚出的气韵经书抓去 后者脚下一踏 抬手一抛 一道雷光轰的一声 撞破周虚规则 当抵达天穷深处时 那雷光则舒尔化作一张电弧交错的大网 竟抢在清玄出足之前 将那一夜气韵经书罩住 收入雷霆大网之中 两位禁区主宰一出手 就显露出无边恐怖的威能 直接打破了周虚规则的阻挡 不知多少人为此震撼 道兄 看来这一夜经书和我有缘 还请你能成全 莫伤了和谐 画影出足嗓音柔润 笑着开口 声音响起时 他已开始收网 指尖发力 雷霆大网裹挟着那一夜经书 从周虚深处拖拽过来 清玄出足 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皱 依我看 这一夜气韵经书 还是由咱们二人一起参详为妥 他正欲出手争强 可就在这一瞬 一遍陡声